- 大家好我是祈哥 那這支影片呢 我主要是要 斷食七天 為什麼要斷食七天呢 因為我在疫情爆發之後 我覺得因為常常待在家裡 比較沒有那麼長時間的運動 讓我的身體開始 我覺得排毒嗎 應該說我覺得變少了一點 然後其實不瞞各位說啦 我覺得這個講出來不怕你們笑 就是我前陣子呢 我屁股又長了一顆痘痘 然後是那種會有點腫起來那種 然後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很正常 因為我以前屁股也長過痘痘 但是後來大概消掉不到三天之後 它又長了一顆出來 然後是那種有濃頭的 我就覺得很痛 我就發覺不知道是不是 我運動量變少了 然後比較少排汗 然後因為疫情在家嘛 比較就是沒有那麼歸於的生活 沒有那麼歸於的吃三餐 長期下來我的身體累積了不少毒素 然後我就有點受不了了 就是有看到朋友有展開這個七天的斷食法 所以我就也想要親身去體驗看看 那因為我知道七天斷食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而且我自己是覺得搞不好還有一點危險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呢 還是要找專家來就是 幫我評估一下 問他一下什麼叫做七天的斷食法 跟要怎麼樣去照顧自己的身體 Let's go 因為我就是前幾天已經有稍微跟你聊過了 那我最近就是要展開我的七天斷食 那我想請營養師這邊幫我解釋一下說 這七天的斷食要怎麼去執行 那目前的話應該說比較多人在做的斷食 他們比較像是說透過一到十五天 有些可能做比較短的可能只做一天甚至半天 那有些難度比較高的可能就會做到五天 或者是到七天 那就是透過這種七天的斷食的方法 然後去讓自己的消化系統 減少攝取一些食物 讓自己的消化器官可以去休息一下 所以其實一般民眾的話 如果要執行這種方法 其實都會跌一千九一十 先評估過 或是看自己有沒有一些代謝的疾病 可能像是生臟病啊 或藏藥病的一些 那如果是健康的人的話 那其實在專業人士的配合 想要是可以安全的去進行這種斷食的方法 應該算滿健康的吧 好那反正我等一下會去量一下我的 體齒跟體重 好喔 OK好謝謝辛苦了 謝謝 我會努力的 威力 威力什麼時候歡迎挑戰看看 對 這支影片 這支影片破十萬你就斷食七天 好 好 我先去準備一下明天的東西 跟量體質體重 加油 OK 謝謝你們 掰掰 我的體重是57.2 體質是14% 內臟脂肪4.5 基礎代謝1434 那我的年齡是 21歲 然後我的體脂肪在比起以前我當選手的時候 大概是多了整整七 所以我希望這次可以透過這個斷食 稍微把體內的毒素跟身體代謝 處理好之後 然後重新回去運動 重新回去網球場上跟籃球場上的話 希望可以再把體能鍛鍊得跟以前一樣 那12點過後 我就會開始這次七天的斷食計畫 然後這次七天就有點像是我的七日Vlog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Let's go 好的各位觀眾 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我斷食的第一天 那昨天也有說 今天的斷食是盡量攝取你平常食量的一半 我覺得如果我還是打算吃就是健康的 那我想說早餐如果吃健康一點的話 我就想說吃個兩個水土蛋 再加一點現切的水果 好的 這是我的早餐 跟我的水果 這是我今天健康的早餐 天啊 好懷念卡拉吉退堡 好的各位 然後現在吃完了早餐 然後剛剛跟紅樽還有我們經紀人 開了大概一個小時的會 第一天對我來說其實 身體沒有太大的改變 畢竟才剛開始 我今天只是在減少自己的飲食量 我覺得可能比較有感的 會是明天只能攝取500大卡的時候 那就沒有辦法三餐正常吃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休息一下 好的各位我回來了 那我買的晚餐呢 除了剛剛我有買一個豆漿 已經拿去冰箱冰了 那我今天的晚餐就是我們的水煮蝦子 跟水煮雞腿排 然後有點像是最後一個晚餐吧 因為明天你只能攝取500大卡 其實我應該喝個豆漿 吃不到水果就500大卡吧 然後接下來三天就真正要斷食了 有點緊張 所以享受我的最後一餐 好各位 我晚餐已經做好了 那就是這邊 我的雞肉跟蝦子 然後這雞肉跟蝦子 其實很簡單 把開水儲開 把東西放進去 這是我的非常簡單的晚餐 我今天其實在過程中 我肚子真的一度有很餓 在我開完會 在打電動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吃零食 然後我旁邊擺了 給你們看一下 我旁邊擺了一整桌的零食 是我平常打電動會吃的 我等一下要把他們全部清出我的房間 準備開吃晚餐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買來吃海鮮的人 而且不瞞各位說 其實我撥蝦技術 也是非常厲害的 想要我撥蝦給你吃嗎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我撥蝦給你吃 OK 各位 現在來到了我們 第一天的10點鐘 然後算是第一天 但我覺得我每天都還是要 驗一下我自己的體重 體脂 好的 各位 這是我第二天的體重數據 我的體重是 56.7 體脂肪16.9 然後我的基礎代謝是1414 年齡是22 好 那我現在來跟那個 吳醫師講一下 吳營養師這邊講一下 我今天的身體變化 OK 那今天這樣其實 就還OK 就還差不多 第一天的話大概都會這樣 OK 明天的話可能就會覺得 就會覺得說 有點小挑戰 因為只吃500大卡 而且要吃柳汁的 那剛剛就是我跟醫師的通話 明天應該就是 會更艱難一點 一天應該會比一天更艱難吧 但是禮拜五要進公司 達拉已經跟我放話說 他要在我前面吃甜甜圈了 到時候靠真正門 好好懲罰他 Day 2 各位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斷食的第二天 睡覺前有還蠻明顯的感覺到我的肚子 很餓 可能前一陣子的生活作息是吃宵夜 這個時候就吃宵夜 所以我就很餓很痛 首先講我今天就是要去 只能喝香蕉牛奶 那我覺得香蕉牛奶還好是因為 因為香蕉的飽度感其實也蠻夠 好的各位 那現在時間是晚上了 我剛剛又再度量了一下我的體重 體脂 那我今天的體重呢 掉到了56公斤 體脂肪是14.1 基礎代謝1413 年齡是20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主要是體重掉了比較多 那我覺得體脂比較不固定 是有可能是因為 我的肌肉量在掉 哈囉哈囉 聽得到嗎 有 有聲音 好啊 那些有什麼照片告訴我 OK 好 謝謝 辛苦了 OK 各位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第二天 一整天的過程 因為今天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的事情要做 所以內容會比較少 那我們就前進第三天吧 Day 3 大家早安 今天來到我第三天的早上 昨天晚上跟盧醫師講完之後 我一早起床 就量了我的體重 55.2公斤 T脂肪14.3 基礎代謝1399 年齡19 然後那個該死的達拉 他跟我說他今天在公司 訂了炸雞跟披薩 所以我們今天去公司辦公 他要在我前面吃飯 好 我們進公司吧 達拉 我好餓喔 天啊 我剛剛闖到Frey的那個 太過分了吧 太過分了吧 我跑了兩家耶 你要不要帶一包回去 帶一包回去是什麼 看喔 是不是 看喔 拜託我不會吃東西耶 達拉 你現在在吃什麼 麻辣鍋 你是不是想把我殺了 好香喔 天啊 我已經是戴著口罩 那個麻辣的香味 還是直接噗到我的臉上 天啊 太過分了吧 這個人 先吃了Frey的炸雞 吃了麻辣鍋 現在又給我叫炸雞 韓式炸雞 記得給我推薦 這樣喔 好啦 節食結束 快吃 OK 各位 現在時間又到了 晚上的10點鐘 是時候每天跟無醫師 營養師回報我今天的身體狀況 喂喂喂 聽得到嗎 我快餓死了 今天的總結 我真的快餓死了 好的 各位 那以上就是我斷食的第三天 希望 明天 我一樣能夠堅持住 好的 各位 大家早安 現在來到了第四天早上 然後我剛剛已經量完我的 體重跟體脂了 給大家看一下 54.7 體脂11.9 然後 那個基礎代謝1399 年齡變成18 好啦 第四天 我們一樣 用意識力把它撐過去 好 各位 現在 又到了晚上10點的時間 然後 因為今天 我沒有做太多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我斷食第二天的原因 我的身體有點累 我打電動打一打 就會有點累 這樣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跟 無醫養師報告一下這件事情 哈囉哈囉 哈囉 哈囉 我快餓死了 對 好的 各位 以上呢 就是我第四天的斷食 意識力吧 意識力很堅強 其實我中間有一度 一兩次 就是想說要不要就 跟大家講說 我真的是對不起 我開始吃東西了 我明天也有可能會這樣子 但我希望 意識力可以幫我hold住 好啦 那就第五天吧 Let's go What's up everyone 大家叫 現在來到第五天早上 然後我已經量完我的 身高體重 我的體重是 54.5 體脂12.7 然後 肌嘴那些 1393 年齡18 那我覺得相較之下呢 體重 是大概 差不多的 有可能是因為 我睡覺以前喝蠻多水的 然後剛剛起來也有喝一點 比起我第一天還是瘦了快3公斤 其實我有點嚇到 我的身體在今天 是感覺更輕了一點 雖然說是真的很餓 會想要放棄這個東西 但我覺得 這時候能撐過去 才會是自己的這樣 好的各位 現在時間是我們的晚上十點 來 就是我們第五天的晚上 然後 我現在準備要打電話給 呃 我一樣是 稍微講一下我的身體狀況 跟今天一整天的斷食 哈囉 我終於撐過最後一天全斷食了 很痛苦對不對 應該說我覺得今天的飢餓感是最強的一天 然後我可以不斷的感受到我的胃在一直 就是 舞動 就是 沒有什麼力氣去 做 別的事情 呃這幾天呢 我有好好去規劃一下 就是我接下來 呃 欸我發覺你們有沒有覺得我 我講話會這樣 其實我這樣是有點像到彭真 感受到他們用心 其實我也知道他們的新聞稿 就是被身邊的朋友影響 就是接下來呢 我會規劃很多 我想要去吃的東西 那我也有想要把它派成vlog 就是在我結石碗 斷石碗之後 到時候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我的第六天早上 我終於可以吃東西了 但是在吃東西之前呢 還是要先量一下我的體重跟體質 好的 那剛剛量完了 我的體重呢 現在是54.4 稍微掉一點 體脂11.2 基礎代謝1397 年齡18 我自己是覺得相較之下 體重應該是差不多已經掉到快要極限了 因為我已經是 從一開始的57.5 到現在54.4 我真正在這四天 五天內 瘦了 三公斤 我已經瘦不了 趕快去吃稀飯吧 OK 這就是我的早餐 好的 各位 我現在準備要開吃我的肉鬆 配稀飯 哇 我具有差 我跟太久沒吃東西了 所以你對於味道 食物的味道 就非常的敏感 What's up everyone 然後 在剛剛早上吃完我的 洗飯之後呢 今天的精神一直都還不錯 雖然說 吃了一點的飢餓感 其實不會減少太多 因為反而有點像是開胃了 可是我覺得 我必須要跟大家講說 我覺得這幾天 我如果有一天水分 水分攝取得比較少的時候 我的大號會比較少 然後 所以我還是建議如果 也要嘗試這種 斷食法的人 你水分一定要攝取得夠多 然後今天就是我的第六天啦 那以上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就是等晚上稍微跟 營養師報告一下我的狀況 OK 各位 時間來到了十點 大概是最後一天跟 營養師通話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準備打給他吧 哈囉 哈囉 我要跟你分享 我今天早上吃到 稀飯的第一口 瞬間那個口感 我不誇張 因為我有加一點海苔肉鬆嘛 我吃下去的那個瞬間 我的嘴巴可以分 分別的出海苔味 肉鬆味跟 稀飯的味道 這三個味道 我能夠超明顯的感覺出來 哇 太好吃了 那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稀飯 我覺得今天有這種 鬼解脫的感覺 有有有有有有 今天有一種鬼解脫 今天蛋糕是什麼時候吃的 蛤 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今天大概 晚上七點的時候 因為我家人吃了晚飯 然後他們叫了 我最喜歡巧克力蛋糕 然後我想說 大概吃一小塊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晚一點再跟吳醫師懺悔好了 然後大概四隔半個小時 我們大家坐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的胃在攪動 十分鐘之後我就去拉肚子了 我就覺得 原來胃真的變得這麼敏感 然後我透過這次才知道說 真的逐漸復食的重要性 我覺得這一次的斷食 讓我身體改變最大是 我今天一起床 我就很想要去吃那個稀飯 然後到了大概晚餐時間 我也就馬上想要去吃晚飯 就比起前一陣子 會有一種不想吃不想吃的感覺 現在完全不會 就有可以感覺到我生活作息 跟飲食習慣有被調整了 之後可能恢復正常飲食之後 你可能這部分的習慣 也會想辦法要繼續維持下去 就是你明天的總量 記得就是 你日常生活中 攝取的一半的量 好好好 沒問題 我如果有拉肚子 我再打電話給你 OK 好 謝謝 那我明天再跟你聯絡 OK 好 拜拜 OK 好 拜拜 好啦 那 明天就會是我的Ending了 這六天下來 也真的是蠻謝謝 我營養師都一直在關心我的生活狀況 體重大概是掉了快3公斤 多快4公斤 體脂掉了大概3% 對我來說其實 這些東西都是其次 而是我讓我的身體作息 找回了最健康的方式 那 Maybe 大家如果想要像我這樣挑戰的話 不一定一開始要這麼激烈 可以先試試168 或是168再拉長一點點這樣 但是主要是要以不給身體負擔為原則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去明天吧 明天 明天 好的 大家早安現在來到第幾天的早上 這就是我的第一餐 然後各位現在來到了12點 這是本來是說晚上要吃那個睡影片動 但是因為我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提早叫給你們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它是夏威夷的Pokeball 這邊是鮪魚 這邊是鮪魚 然後這邊應該是蔥花鮪魚的概念這樣 然後因為我會這麼喜歡吃這個是因為 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很常在運動員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不能攝取太多紅肉 我就會吃很多這種健康的東西 但它也不算完全健康 所以因為它還是有調味料 準備來吃我的第一口 喔這個好吃耶 這家真的好吃 它有一點微微的辣辣的感覺 應該是那個醬料的感覺 然後它下面是 恩 它下面是醋飯 然後跟各位講一下我到最後吃了這麼多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我的胃真的變太小了 可能三天完全沒進食 導致我胃變瘦得很小 所以我連一份都吃不完 那我就不用擔心就是 我會把它拿去冰 然後晚一點再把它 晚上再把它拿出來吃完 看能不能兩餐內 把這一盒吃完這樣 天啊 好